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,县议员李宗中关心草屯垃圾堆滞移除进度 李议员指出目前有招标出去,但却都没有动作 李议员在会中表示关心,并希望环保局能够加快脚步 移除的进度,这个移除,这个通路的沟通协调真的很重要 希望借助你的关系跟长才,能够赶快在移除的作业上能够加快脚步 民间乡万丹村先前遭非法弃制废弃物,造成地方污染 而在检调单位行文环保局后,整整52天才将废弃物移除,造成地方困扰 为此,10亿元也建议环保局能够先将垃圾移除 后续再与发生人进行求仓 万丹村在8月11号的时候,有一个在白天公然就有一辆卡车 把一整车的废弃物就丢在了村庄里 大概在9月9号的时候,检调就已经发出了公文给环保局 说这个已经没有证据保全的必要 我想如果在一个村庄里,检调发公文说 没有必要再保留这个证据,一直到移除整整52天的时间 这样一团的垃圾就在村庄里放了52天 我在这里建议环保局了,是不是可以说 后续如果南投县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只要检调单位说这个证据不需保留了 我们把它清理走之后,再跟我们这个方案人来做这个求偿的动作 在本日会中,县议员里周中石学院关心草屯垃圾山移除进度 以及民间乡万丹村遭非法弃制废弃物的问题在会中表示关切 并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,尽数改善 记者邱平一,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